歡迎大家收看CALS片與大片 又是我方春明為大家做主持 今天會分開兩部份 首先講一些很滿的理論 之後再講一套電影就是 《Watchman 保衛其合》 現在大家又要面對一些比較沉長的理論時間 話說小弟有一次在Facebook上 見到一位朋友複述董啟章 香港本地作家的一個 我想是一個說話 就是世界就是一種偏見打倒另一種偏見 雖然我不完全知道這件事是否他 但就當這句是他寫著 其實這個句子就是類似於某一個哲學家 叫做加達密爾的一個概念 叫做承建的 加達密爾是甚麼人 他是寫了一本叫全息與真理 好像是關於真理方法 甚麼叫真理方法就是我們怎樣去理解到一件事是真 還是假的 他就想到就是說 其實人本身是因為基於我們被投入這個社會 我們是所有的譬如知識 其實都是受教於這個社會的所賦予給我們的知識 所以當我們去理解一些文本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定是不可能撇除本身社會給我們的影響 譬如這個十熟九頭就是一個作者 他要寫一本書 而那本書的結論是一個B的話 首先他是有一個預設的A 當然他可能不會寫到文本上 但他其實本身都是針對著某些 某些他本身處於那個環境的一個問題 而令到他作出這個推論 雖然董先生和加達密爾 那句話好像是一句真理 但問題是他其實是忽視了自己所處於的位置 說一些邏輯 如果董先生覺得這個世界一切都是偏見 打到另一種偏見的話 偏見的意思是不可以當真 是一些假論 董先生現在自己一句是否都是一種偏見 正正我現在對董先生的批評 哈布爾麥斯是另一位德國的名人 哲學大師 都是拿了類似的說話去批評加達密爾 就是說他加達密爾的成見這個概念 雖然他是一種動見 但很快地他又把自己所說的東西 放回成見 因為他正正是阿加達密爾沒有考慮到 他自己說這句說話的位置 正正是如果他覺得自己所說的 是一個最客觀的事實的話 他應該這樣說 如果他認為所有東西都是成見 他發現這個所謂的客觀事實 應該都是成見 為什麼他會認為自己所發現的那套東西 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呢 其實他始終都是有一個理性 或者是有一個不是成見的狀態 除非只有加達密爾 或者董先生本人是處於一個真理狀態 其他人是不可能接觸到那個水平的 只有他是最厲害的 當然不是 其實我們是可以處於一個反思的狀態 而這個反思是基於什麼 就好像加達密爾那樣說 其實我們是有發現到我們本身自己 是一個能力的不救 即是否定了自己 譬如他說自己是不可能真真正正正去 了解一本文本 因為我們去思考一個文本的時候 譬如他會說一隻狗是一隻貓 我們會很快去閱讀他的時候 我們會放他入一些因果的關係 為什麼作者會這樣說呢 或者我們會用一些邏輯去分析句子 而在邏輯分析句子的時候 不是很形式地把它分拆開 其實可能我們會投放一些其他證據 或者自己想像的文本 而這些材料 即人本身去想像那些得到的材料 其實本身就是自己所暫立的社會背景 即是說人始終的視野 是不可能全能地可以見到整個面相 他只是嚇集到在他當下的一刻 但正正就是這件事 他不是去否定文本的可信性 他其實是否定自己的理解力 但其實他這種否定 剛剛好就是一個積極的狀態 因為其實我們閱讀一個文本 再提出一次就是我們閱讀文本 其實跟閱讀電影是一樣的 甚至我們只要去理解到我們看電影是怎樣看 或者看書是怎樣看 我們平時在一常生活所進行的思考 因為我們去看電影和看書的時候 最起碼來說我們眼部的精體結構 或者腦部的結構是不會有改變的 都是同一件事 其實是不會說進合了另一種空間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只要去理解到某些 似乎很片面的東西 其實總括來說我們都可以理解到全部的東西 因為這個正正就是回到我們自己的知識結構 知識結構是怎樣運作 我們現在明白到其實我們的知識是受限 一方面是受到社會文化限制 但另一方面我們又發覺到其實我們可以知道這一點 正正就是這樣成為了我們可以閱讀一個很好 可以知道怎樣去閱讀文本 因為有一種想法就是當我們去看書的時候 其實作者是這麼粗地把我們被塑造成他的客體 這句話是怎樣解呢 就是因為我們本身最起碼去講 就是我們想法的時候都是用文字去想 當我們去讀一本書的時候 其實作者已經寫了一些魔咒在裏面 當我們去讀完一本書 其實我們就已經被植入了作者的文字 換句話說當我們去思考作者想什麼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被他的文字所控制 但其實不是這樣 其實我們是可以做到去批評這個作者 為什麼呢 就是一本文本 或者再講範圍再狹窄一些 就是可能一個句子 其實它本身要怎樣結構成一個 怎樣可以推論成功呢 其實它本身是有一些基礎 而這些基礎正正就是剛才所說的社會文化 那確實我們本身甚至乎每個人 包括讀者和作者都好 每個人都是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只可以成為人 和他可以理解到 而且他可以推述 而再將一大堆推述成為一本書 本身他要受到社會的教育 但正正我們因為正如剛才我所說的 哈巴馬斯發言到 其實每個人都處於一個叫反思的狀態 可以明白到自己那種無能 所以其實他都是明白基礎一點 都明白到每個人都是有一個 每個人都是有這種狀態 但正正每個人都可以做到一個 一個比較理性的狀態 就是他可以否定自己 我再講清楚一點 就是本身有一個A的狀態 就是猛盛盛盛的被社會所建構成 但其實我們還有B 因為我們明白到這一點 而那一刻可以說是一種真空狀態 因為我們可以抽離 而去看整個流程是怎樣運作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在文本裏 去發現作者的一些理據 例如他那些句子寫了一些推論 我們可以去推索他的想法 有兩種渠套 一是可能在書中找回其他的根基 二是可以把這個作者放回歷史大海 去看他當時有甚麼思潮 可以作為一個借鑑 可以理解到其實那本書是怎樣 而正正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好像剛才所說 其實每個人都用文字去思考 所以其實只要我們可以確確實實地 呈現整個作者的思考推述流程 其實我們只不過同一個招魂是一樣 因為我們已經是把他的精神完全呈現出來 即是同一個問米婆做的事是沒有分別 而我們是可以去批評這些作者 正正這種閱讀方法是跟看電影一樣 大家可以看看這幅畫的下部份 就好像有一大堆不知甚麼出來 其實最主要是一個三幅圖 就當作三個影像 因為電影怎樣運作 就是有一堆影像去打出來 你就坐在這裏去接收那些影像 這裡當作有三個影像 首先第一幕有個眼 第二幕可能有個女人 第三幕就有一個人在柯尿 其實它可能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它怎樣可以成為一個意義 有意義的一個結構 它一定是要有下面這個 所謂的公式去溫才可以 即是說如果當第一個鏡頭是A 而第一個鏡頭是B 而第三個鏡頭是C B的鏡頭一定是要把它放在A和B一起去看 才可以成為一個意義 即是說本身可能A單獨這樣呈現出來 它本身都應該有一個意義 就是看到它是一個甚麼 即是它是一個人 但是如果當A和B要放在一起看 才可以讓你看到有個男人在望著女人 類似的事情 其實有個Auston Wells都做過 在他有一部電影叫做 《App for Freak》 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 就是一個片頭 就是他把一大堆在街上剪下來的 一些男人的目光剪下來 而另一方面就把一個女演員在街上拍 拍了另一抽的影像 即是有兩個雜輯 一輯就是有一群男人在望著鏡頭 另一輯就是有一個女人在走 他把兩輯的影像展在一起 就成為了一個二二鏈 就是有一群男人在望著女人 即是說其實整套戲 是怎樣可能去運作到呢 其實就是一個時間性 第一個鏡頭和第二個鏡頭 第三個鏡頭要和第一個鏡頭和第二個鏡頭的關係 是有關係的 我這樣說好像很抽獎 但大家可以看回索話的風飾就可以見到 但我為何要說這個流程呢 其實正正就是想說一種普遍的 對於電影的一種想法 就是當我們看完電影的時候 我們報出這個電影院 就會被強剛所照耀眼睛 就會開始進行反思 就開始想 譬如剛才看那套戲 某個鏡頭究竟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 確實我們是要想一想 我們進行一個反思的過程 是怎樣去思考 譬如我現在去寫這幅圖 其實是經過反思之後寫出來的 但某程度來說 我們去看電影的時候 那個意識其實是未進入一個反思的狀態 跟那個電影是同步 即是說如果我們要做到一個好的一個 一個真真正的客觀 而且有科學的一個分析 其實不單止是要去研究某部份 而且是要再研究一些非理性的部份 即這樣才是一個整傳 如果你的科學的定義就是要找一個普遍的東西 其實你應該要顧及傳播 所以我們是有必要去想一想 究竟當我們未有一個很好的思考狀態的時候 我們去看電影是怎樣 為何它會成為一個可能 即是電影為何它可以 當它就這樣去呈現的時候 而我們就這樣去進行一個接收 甚至乎它不去思考 都可以見到一個有條理的影像 其實這個正正就是蒙太奇的意義 這三組鏡頭如果我抽取 單純去抽取第二組的片段 放置任何一個東西的話 譬如放置一個青瓜 那意義又變了 變了就是一個男人見到一個青瓜 即是急療、嗑療 甚至乎可能是隱喻那條青瓜 就是它的蝕療的器官 就開始膨脹 所以它要嗑療 所以電影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它可以透過不同的組合去產生意義 所以這就是我想大概說的東西 正正是因為電影本身 就是一連串的一個意義的組成行 所以我們如果要去顧求一套電影 我們首先要不可以單純地 就像剛才所說 個別地抽取某些鏡頭 而去想究竟那一幕是有甚麼意義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只不過是對應著一個缺陷 是去放自己的想像 為甚麼這樣說呢 其實這一點是對應著缺陷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它究竟想表達甚麼 譬如一隻眼的呈現 一個影像呈現 正正是因為電影是一個缺陷 這個我經常說 你不是太理會它所想表達的東西 即是你已經假定了它有所表達 你將眼睛變成一個象徵化 就將它變成一個 可能代表某一些對應的概念 例如可能對應著 有個人在那裡 類似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去看的話 其實是會將整個電影拋除開 其實我們應該是要將整個電影的流程 完全吞細它 才可能去再進行一個個別的影像抽取 而這個個別影像的抽取 其實是基於我們已經對整個電影 有一個少少的了解 所以這就是看電影本身要做的事 其實看電影不是很難的 我認為是一個最初級的思考程序 因為它起碼是比閱讀文本比較容易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一睜大眼 每日起床睜大眼就已經看到影像 只不過電影是將一些剪碎影像呈現給你看 我想再講少少關於電影語言 大家可以見到有時看電影可能會突然有閃迴 很流行 TVB經常都會用這種技巧 可能一套劇集在頭部份出現的片段 在結局某些位置就會就彈出來 即是可能表示你有誤會 其實它這個是一個可以說是一個咸素的概念 我要再用這三幅圖去做一個例子 如果首先第一個影像已經給了出來 就是有一個眼睛和一個女人 大家可以將第一個影像 基於第一個影像和第二個影像的關係 將它看成一個男人見到一個女人 那閃迴是甚麼呢 閃迴是將第一個影像放置在之後的影像出現 即是它是一個將它所涵蓋的內容再抽出來 再放在一個整個的 再放置一個新的涵數 放置一個新的代數 不是一個數據 即是如果我將第一個影像 即是在第四格出現第一格的事項的話 用一個閃活的表達 即是可能它閃一閃 或者將那個影像變成黑白 令到大家可以想起 其實它是在表達第一個圖片的在現 就是將原本那個第二格的內容抽空 就是再放置之前的三組影像作為它第四個影像的一個出合點 所以這就是閃迴作用 其實我們沒有受過任何教育 其實我們在無意識之間 因為我們如果接受電影是一個非反思狀態的話 其實是一個無意識的 當我們無意識的時候 我們竟然可以出合到這種工作 其實都幾十分神奇 其實都幾十分神奇 暫時關於理論就講到這裡 待會我會再講一套戲 就是叫Watchman保衛奇合 歡迎來到第二節溝片與大片 現在就講那套叫Watchman的戲 Watchman是2009年的一套電影 是關於超級英雄的 它本身改編自一本漫畫 而這本漫畫很奇怪地 作為一本漫畫竟然可以得到與果問學獎 好像是與果的 總之是否是普立茲 總之他拿了一個文學獎 是很神奇的 為甚麼呢 因為這本漫畫本身涉及到大量的思辨 內容是講些甚麼 其實是講有一堆抹落的英雄 本身他們是幫政府打工 就是警惡情奸 但發覺到整個社會 他開始慢慢走去一個更邪惡的局面 因為整個社會的理想破裂了 因為故事發生在美國 在打難戰 很多人發覺到原來越戰的壞處 發覺到整個社會的所謂意識形態走得不太好 資本主義令人屠獨生命 覺得自己很空虛 還有美國政府也開始打壓超人 因為發覺到他們很危險 他們是不應該存在的 還有市民開始認為 其實那班超人 是將那班人 即普通的平民百姓 放置一個更差略的位置 因為那班超人 就好像一班特權的分子 透過自己超能力去做盡壞事 因為他們會用暴力的手段 去捉那些犯人 諸如此類 為何我突然要說這部電影 其實正正可以用來喘息福島五十人 最近很多人去歌頌福島五十人 歌頌到一個很煩的地步 但其實我覺得為何人要歌頌他 正正因為他有一個唇膏感的彰顯 為何他會突然有一個唇膏感 其實正正就是他們跟回自己的理念去行 他們首先說他們是無條件地付出 所謂無條件地付出就是 他本身是沒有一些物質性 譬如錢或者沒有被人拿槍指著頭去做的 這些被迫的選擇去做這個行為 但是很奇怪地 是不是很多黑社會或者一些賊 他們都很忠於自己的理念去做一些壞事 我們又可以說那些人是有一個唇膏感 其實又不是 因為那些福島五十人 他們是背負整個日本的一個生命 他們是把整個日本的責任放在自己身上 而且可以看到一點是他們 他們真的不是為了一個所謂的認同 單純的社會認同去做這件事 因為他們是不會透露自己的成名 因為有很多所謂的政棍 我們有一個概念的政棍 就是他們是為了成名而去做一些 他們是為了將自己的名字 可以被公眾認同 而去做一些侵犯的 或者所謂犧牲的行為 但我們可以看到 正正是因為這件事 他們不是無條件的付出 他們是有條件去做他們的行動 我現在說一些政棍 因為他們想成名 但那群福島五十人就不是 為何我要無緣地說這件事 其實就是在《Watchman》裏面 每個角色都可以归類為不同的哲學家 裏面有個好型的角色叫Rochette 即臉是一些物質的東西 他其實可以归類為存在主義者 或是康德 為何說他像康德 其實就是他有一個唇膏的理念 但他發覺到他很抽離地去看這個社會 他想唇膏的理念一下子實現 但又發覺到這個社會是無可救藥的 因為他意識到只有他自己本人 可以意識到這個理念本身 所以他覺得其他人是無資格去理解這件事 所以正正就是這一點 他其實變相來說 雖然他這個人是很樂 正正就是什麼叫浪漫 就是他這種能量 就是他明白到這個現存的社會 是充滿了罪惡 而基於這一點他理解到什麼叫做美好的一面 但他只不過是會這樣去想 而他不會去進行一個實踐 那另一個呢 其實整套戲大家可以執著一個結局 就是那條基魯超人 我叫做基魯超人因為他很瘋型 最後他進行了一個很奇怪的方案 就是要將自己變成一個敵人 令到全世界連結起來 其實這個就是我認為是要執著去思考的一個點 因為這套戲正正就是講到什麼叫否定性 就是我想再拿回之前去這個保育 然後再講一下 因為那次民主自治實驗 那班朋友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就是 為何他自己不是城市人 不是 他自己是城市人 而那班不是城市人的人 又會很討厭自己本身的土地 而這班城市人喜歡他們的土地 我們還有沒有權利去保護他呢 但其實就是說 正如我上次所說 其實他們兩個本身是有一個普遍的 即是有一個共同性 就是他們都是基於一種否定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要想 就是怎樣去將否定 如果否定了普遍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是用一種 以著這個否定性去連結所有人 而不是去想 就是不如我們大家一起去談好 就是把所有人變成都喜歡去進行一個保育的 我們才可以進行這個保育工作 其實不是的 正如有一個很老土的說話 就是什麼敵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正正就是因為這個否定性去連結所有人 所以可以這樣說 最後那個基路超人就是一個 所謂的馬基亞為利主義者 他會透過一個論盡方法去進行一個實踐 甚至真真正正去犧牲自己 是去令到他所想的一個理想 或者烏托邦去實踐 大家可以給一下意見 就着這個結局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歡迎大家收看